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一对属于米鸟的白眼千鸭,最近建宗家印敖骨,引起鸟友疯狂,台南鸟会资深鸟友林文从今天透露,白眼千鸭分布于欧、雅等地区,在台湾属于米鸟,平时难得一见,今年台湾以下出现三只,目前一只在桃竹地区,另二只一对则出现在家印敖骨。 林文从于上周六花了一整天时间守候,终于在仅约50公尺的近距离拍到白眼千鸭展翅,美姿几乎快爆筐,也羡煞不少鸟友。 林文从说,白眼千鸭在台湾并非每年都看得到,过去他在屏东临边台南观田七骨都有记录过,他当天从早上一直到待到傍晚,这对白眼千鸭就一直在熬谷湿地的一处草则的休息,早上十点多有下水游几分钟,然后拍个翅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,估计活动范围没有超过两米。 台南鸟会理事长潘志远说,白眼千鸭和青猴千鸭经常和其他的千鸭出现在同样的七个,例如出现凤头千鸭群里的地方,往往要一只一只仔细看千鸭,才能找出白眼千鸭。 根据台湾生物多样性入口网的记载,白眼千鸭主要于东欧,是中国新疆内蒙一带繁殖,冬季迁移至南欧,北非,中东,南亚,小部分出现在东南亚及中国长江中,上游,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都有若干的米鸟记录,台湾偶尔出现于海岸或河口湿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